第一次和方麗珊合作 應該是2003年合唱好心好報 對 唱之前是否懂得唱? 唱之前見過,因為我們是同一間公司 她給你的第一印象如何?方麗珊 很輕挑 又不是去到法律的,有些輕挑 可能運動員總有一種自信 你對她的口感是何時開始? 其實唱歌時也慢慢覺得這個人OK 好心好報才有一點 對,也有覺得這個人挺好的 但只限於覺得他挺好的 而不是真的有想法覺得可以一起 而且還不是那些 還未到,是緣分 可能她有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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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但因為拍戲,就招直相對 因為在宣傳期的時候 大家又可以多說一些 了解多一些 你都觀察了她四年了 差不多 沒有那麼留意她 頭幾年合作 純粹是一個同事 或者朋友 真正正正相處得多 所以我就是拍戲才有 那到你們說 宣傳戲了 2005、2006年 覺得對方也是一個挺好的時候 你最欣賞方來生什麼呢? 真的很乖 因為我覺得這一行 很少會 尤其是男生 很少找到一個這麼 很奇怪 不懂得說 她又不玩 正氣 正氣 又很孝順 又不太懂得說謊 我一看就覺得 你說謊 我一定會拆得串你 那種 很難找 她主動先的 算是 當然不是我 但我們不是 怎麼說呢 那種是 大家很自然走在一起 那種 而不是說她追我 或者買紙花 不是那些 但是 之前也有很多傳聞在你身上 你究竟是不是 方力生第一個交往的圈中人 例如Edison 那些葉念心都說追過你 葉念心 不是 真的不是 都是 之前那些追求 之前那些追求 都有圈中人 但是真正交往只有一個 方力生 是 選擇她的原因是 因為她很男人 信得過 但是 你有沒有看過 方力生也有些 緋聞出來的 你們一起了之後 一起了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跟她一個人一起 我覺得信任太重要了 尤其是我們這一行 尤其是我了解她的人之後 再看回傳出來的新聞 我不用問她 我也知道是假的 有些 因為我太了解她了 我覺得 一個人 第一 她不會夠膽做這些行為 因為 不是因為我 可能她自己 也有自己的堅持 或者她自己的形象 各種事情 她是很乖的 從小到大 小時候我不知道 但是聽她自己說 或者聽她家人 也有說過 她小時候都是禮貌先生 很讓人 很為別人設想 那種 所以 有很多事情 是因為你了解了她 而你會信任她 一圈圈聲光背後 有我 Staffy 鄧麗欣 想聽足本訪問 立刻上 81903.com 節目重溫吧